王世堅上午用車隊來掃街 帶你來看現場情況 不論在我們大同區 在士林區 大家地方上去了解一下 他們的為人處事 否則怎麼會有那麼多人 會站出來鼓勵王世堅說 來 你回到我們大同士林來選 我想是他們應該要 深自檢討的部分 我再一次強調 黃成國不是江陽大盜殺人放火 為什麼他們要把他妖魔化到這個地步 這個已經是莫名其妙了 那過去何處委 他們家庭是如何的 依靠黃成國 跟他這些朋友們的介紹人脈 介紹宗教界的人脈 然後 拉了好多 有志之士來入黨 這都利益在目嘛 大家可以去看 這麼多黨員的入黨 申請書上面介紹人是誰 大家不想講這個 所以我認為這個事情到此為止 第三點 黃成國昨天打一通電話 那時候就是剛好我們設置到 葫蘆市的這個遙境的大點 整個那從下午兩點 一直到晚上九點多 這麼大的大事 所以黃成國跟我通話 他打來 才講幾十秒 大家可以看那個通電紀錄 講幾十秒 因為他好意 告訴我說有這一件宗教大事 因為黃成國本身 他是指南宮的董事長 他常年也是我們政府聘請的顧問 在擔任宗教界這一方面的聯繫工作 推廣工作 這大家可以去查的嘛 所以他昨天掛了一個電話 關心我 說設置葫蘆市 從葫蘆島的葫蘆市 王世堅跟何志偉兩個人捉對廝殺 昨天還在廟宇前面握手了一分鐘 而且互相加賴 但是今天王世堅依然批評何志偉 持續有小動作 兩個人和諧狀況只維持了一天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